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妮塔 這次呢就用後露音來跟大家解說 那首先呢我就是用Safina的妝前乳 先把全臉打上 然後再用Anastasia 這是用Taupe的色號 先去畫出甲毛瘤 那再來的話呢用Benefit的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應該是5號 比較深一點的 去把比較缺控的地方都給補起來 那眉毛的部分呢大概是這樣 因為我的基本的平常畫法是這樣子 那如果要看完整的教程的話呢 就是會有額外的專門眉毛的教程 之後再分享給你們 那你們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接著我用的是Laura Massey 比較新出的底妝 它這個是我用的色號 我記得沒錯是Honey 然後呢我用了海綿蛋的打濕以後呢 按壓按壓拍點的方式在臉上 再來我用的是Mina的透明蜜粉 可以看到它的蜜粉非常的細 所以我在刷的時候一直都是很大的煙的狀況 在我的周邊 當然這跟我沾的量跟用的刷子大小有關 那鼻影跟打亮的部分 我就用快轉的方式帶過 然後接著呢我用的是Huda Beauty的這個暖色盤 用的是比較淺的 有點像是可以打印你的顏色先去打底 那其實眼妝非常重要就是要暈染暈染暈染 可以看到就是要讓你的顏色做一個漸變 然後沒有一條線卡在旁邊 那就表示可以進入下一個階段 那一樣的顏色呢打在下眼影的範圍 那我的範圍有一點點大 有點像是接近過殘的位置這樣子 然後再用比較深的顏色 深咖啡的眼光打在下眼影的睫毛根部 讓下眼影的顏色呢有一點漸變的感覺 然後接著再用就是比較帶黃一點的土色 打在眼窩的範圍地方 然後開始增加顏色 然後土色旁邊的有點帶紅的也可以上一點 然後接著我用的是Nyx的遮瑕膏呢 去製造 開始要製造我們的Cut Crease 然後我這次的Cut Crease只有做一半 然後用遮瑕刷 然後最後面的地方呢 用手指頭拍點 讓它用漸變過去 然後拿中間的顏色呢 它是有點帶珠光的金色 打在正中間 然後再用乾淨的手指頭 慢慢的往前面打 算是拍點啦 就是把一些界線稍微的暈散 然後呢眼頭的部分呢 確認中間OK之後 就眼頭的部分呢 用最淺的這個霧面顏色呢 打在眼頭 這樣子 因為前面原本是膏狀 所以我們要用粉去頂它 那接著我用的是Cat Von D的Tattoo Liner 我喜歡這支眼線衣 是因為它非常的深 一樣老樣子 睫毛是一定得要夾的 然後把它夾三段式 就是讓它變成一個自然的捲度 然後再用 我用的是Misting泰國的這一支 我想如果熟悉的人都知道 我非常愛這一支的睫毛膏 然後上下睫毛都要刷到 然後我們接著進入 腮紅的部分 腮紅我用Laura Musi的就是唇粉 直接打在我的臉頰 那如果不小心上太多的時候 用海綿但稍微的按壓 其實就可以把它暈掉 那接著我用10根眼 Wed and Wild的修容 打在兩夾 這個顏色其實很自然 然後睫毛的話呢 雖然是沒有拍著的 我們就直接快速帶過 那最後呢用NARS的 我記得沒錯 叫Fireworks 就是抿一下之後 用手指頭輕輕的 暈開在周邊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 我牙齒也不小心沾到 我相信很多人都做過這種事情 那我自己的話呢 就是一定會把嘴巴撐到嘴大 然後讓牙齒就是露出來 用衛生紙稍微的擦乾淨之後 我會再重新的再上第二層 這樣說應該算第二層 所以就不會完全的卸掉 那你們的方法是什麼呢 下面留言跟我說 然後最後呢打亮在我們的上唇的地方 讓嘴巴看起來蓬 這次的小小的Coccus就完成了 那這是非常基本的大地色系Coccus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拜拜